只要我活在这个城市 我会继续做我的报道 我只说我看见的 我听见的 妈的我连死都不怕 我怕你共产党吗 大家好 我是陈秋实 现在是1月30号中午11点多 这次来武汉 经历了这么多事 现在是我到武汉的第六天 我的名字已经彻底成为敏感词 只要带陈秋实三个字 带CQS 带我这张脸 在微信上都传播不了 所以这条视频你看看就好了 我不建议你往微信上传 因为你传到微信上 你的号就会被炸 昨天29号 我去的武汉的第五医院 第五医院人并不是特别多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 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被封锁在家里了 有的是连小区都不让你出 所以你没有交通工具 你怎么去医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到医院 你明知道你就算到了医院 你也住不了医院 你也做不了检测 那你还去医院干嘛 昨天我去了第五医院 第五医院 还算有秩序 然后有很多人是过来找这个检测盒 检疫盒 要通过这个检测盒 检测我鉴定 我到底是不是确诊 因为在这排队的 我就混在人群当中 我假装是一个患者 跟他们一起排队 跟他聊 你咳嗽几天了 发烧几天了 你是来确诊的 还是来复诊的 那有的病人就是 我咳嗽几天了 我发烧几天了 一直不退 一直退让不退 我疑似 疑似 疑似 这两个字太折磨人了 我看老子 我这样不中啊 你再把老花刮一遍杀子 你再把老花刮一遍杀子 然后有当地的朋友 帮我联系了一个疑似病人 他说我要跟着这个病人 亲自去体验一下 他们去看病的过程 我就见到了一个病人 昨天下午 我去了五医院 从五医院出来 我跟着这个病人 去了同济医院 这个病人 我包括跟周边的很多 这个到了同济医院以后的病人聊 很多人都是跑了三四家 三五家医院以后 但是到了同济 拿着片子 我真的 我第一次感觉到害怕 你知道吗 就是 整个门口放着十几个氧气罐 写着充满氧气的 小心 里边 长椅上躺的是人 走廊里夹的是床 厕所门口夹的都是床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在吸氧 还有一些人是吸那种 戴面罩的高压氧往里打 他如果不是肺炎的话 干嘛用高压氧 然后进去之前浑身消毒 出来以后浑身消毒 然后看见那些 然后看见医生之类的 我陪我去 我去这个病人 也胡了八度的 他在别的医院拍的片子 拿去给这个医生看 他又没带那片子 能不能用检测盒 不是你说了算 得我们做评估 我们评估完以后 我们得优先保障危重病人 检测盒是不够用的 你听到没有 检测盒是不够用的 我好像看新闻 天津园住了这一万个检测盒 但武汉市就一千万人口 那么你分到每个医院 每天也就一百个 或者几百个检测盒 那他就是不够用啊 所以就这东西不够用 所以很多病人就在家里面 就是跑了五六家医院 每一份有检测盒就排吧 你排到这个检测盒 你才能确诊 你确诊了才能进医院 甚至我去的每家医院都说床位不够 都说没有床位 我在昨天在同济医院里面 又看见一具尸体了 一个这次是没有蒙脸 是坐着的尸体 怎么了他 人已经走了 不在了是吗 不在了 在明西太平津津那边 没找着车呢是吧 我不知道他说的车是不是救护车 但是你想 如果救护车专门负责运 微送病人 这两天接着跑的 真的救护车来来回来跑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一片死寂只有救护车来回跑的时候 多吓人你知道吗 好吧 这就是29号我所看到的信息 我还是那句话 我只说我看见的 我只说病人家属亲口讲给我听的 缺口罩 缺防护服 缺物资 最重要的是缺检测盒 没有检测盒没法确诊 就只能一次在家里隔离 有了检测盒还需要 还需要病床 有了病床还需要医生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 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会努力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 司法局又给我打电话了 青岛公安局也给我打电话了 问我在哪呢 让我回去配合调查 我说我在武汉呢 你这武汉干嘛去 你不知道我在武汉 你找我干啥 你找我配合你啥 你在武汉住在哪 我住在朋友家里 然后现在他们找我爸妈谈话去了 昨天前天 找我爸妈谈话去了 我是害怕 我前面是病毒 我后边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 但是我会振作起来 只要我活在这个城市 我会继续做我的报道 我只说我看见的 我听见的 妈的我连死都不怕 我怕你共产党吗 有点赛事 没有人 听言别人 我看见了 有点赛事 我听见了 有点赛事 又能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